新兴国际综合湖案会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最近印度认为 中国对巴基斯坦有所偏袒 这马上就不乐意了 新一轮的抵制中国制造的叫嚣声 在印度国内不绝于耳 印度新闻网站NEWS18等媒体报道 在推特等网络社群媒体上 许多印度网友正以Boycochine抵制中国 和Boycochinease Products抵制中国货等标签串联 呼吁所有印度人应该联合抵制中国货 去买中国货以作为报复 以彰显印度人的爱国心 有印度网友推文强调 只要有一点骨气的印度人 都不应该再购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 印度网友要求所有印度人 都应立刻丢掉手中的OPPO等中国品牌手机 也不要使用中国的软体 口号声很响亮 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 但过去类似的运动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产品在印度无处不在 去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增长到了近900亿美元 近年来 由于中国经济成长趋缓 印度持续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包括华为、小米、OPPO、EVO等中国智慧型手机大厂 阿里巴巴等电商 及中国加电大厂TCL和房地产厂商 纷纷进军印度市场 尤其是中国品牌智慧型手机 近年重金在印度行销 以把印度本土品牌手机的市占率 几到十名以外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政府高阶官员表示 印度根本无法取代中国的电子产品 和很多其他产品 对此 新德里的一名独立经济学家 李努克里也表示怀疑 当印度消费者发现买国内产品更昂贵 需要花更多的钱时 这样的抵制迟早会失败 还有印度媒体指出 中国对印度的出口 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 即使印度抵制了中国的全部进口 也不足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梅新玉表示 目前印度的抵制活动 尚处于民间活动 还不是政府行为 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 梅新玉还指出 事实上 印度自身制造业较差 中国是唯一可以满足其成本花销的国家 抵制中国商品 只能是人为排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成本 提高通胀 对零售等业务 也会造成打击 而抵制后 能否真正为印度制造创造机会 也有待商榷 因为印度国内市场高度分割 人力资源也并不充足 通过抵制中国或发展本国产品的想法 并不容易实现 闹了一圈 印度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还是离不开中国 更离不开中国制造了